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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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6点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 和警务处处长肖扎仪 为全马赛事揭开序幕 全长42点195公里 途经西九龙公路 三毫江鮮 长青隧道 和西区海底隧道 半马和10公里赛事就早15分钟分批起步 停办一年多之后复办的赛事 所有参赛者都要接种新冠疫苗 赛前检测全部人情阴性 进入起跑区和热身要戴口罩 起跑之后可以脱口罩 但会在起点附近放置多个口罩收集商 相隔两年疫情没有跑到比赛 有跑到觉得很难得 很开心 终于在疫情之后就可以有多个比赛 阴营今届参赛人数由7万多人 减到大约1万8千人 10公里赛事起点第一次举在西岁九龙入口 和往年一样有跑手识心打扮 很开心很兴奋 其实都是想环保的 希望大家有个意识就是海岸清洁好些 就是潮令到士气大震 PB倒门 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今天PB的成功 出西岁这条斜路往往考起不少的跑手 今年改了赛道之后 又跑10公里的运动员就说 一开跑要上上落落挑战多大 今年改了赛道 一开始冲下斜 变成很难控制速度 接着有2K上斜 又要想想如何追回 但是安排都可以的 所以应该跑手都享受比赛 因为真的饿饿太久了 半马和全马那些 本身人少跑得挺松的 但是去到西岁入口的时候 因为见到10K那些多早进来 变成一路上西岁出西岁之前 都比较多人一点 在终点维多利亚公园 有工作人员向跑手派发口罩 呼吁他们不要停留 完成赛事的也包括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等 有跑手到达终点的时候感到不舒服 有人要由担架床台到救护站 亦都有参加者要由救护车 送到律敦寺医院治理 无线电视机者林准軒不道 有马拉松参加者怀疑 因为身上有政治标语被警方截查 当中有人被禁参赛 大会表明不希望有人在体育项目加入政治元素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 大原则是根据大会规定和安排 讲解国安法实施后 首项大型体育赛事 大会在开跑前提醒跑手 切勿穿有政治元素或者口号的装束 为者将会被拒绝参赛 在九龙西岁隧道口的10公里赛事起步点 有人因为件衣服任由香港加油 被大会人员和警方截查 并要求更换衣服 他最终因为没有衣服换被禁止参赛 有人换衣服可以继续跑 一群警务人员会送我来这里 我今天一路都不知道什么事 他一直跟着我叫我走 他说如果我一会比赛期间 我又穿回衣服后果自负 我这件衣服写着香港都不行 也有人怀疑因为脚上有香港加油纹身 被警方截查 他之后换衣服 并用胶布遮盖纹身继续参赛 也有人在赛事期间举起五一手势 大会原本说香港加油自据没有问题 但之后发声明 重新运动不应该加入任何政治元素或者口号 大会在总结赛事的时候说 不会进一步评论 我觉得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不体育的活动 所以我们不希望涉及任何政治元素在内 所以这事就没有补充了 有份落场参赛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聂德权认为 应该遵从大会安排 我想在这些事情上最简单 这个大会安排的比赛 所有参与者就去遵从大会的规定 和那个安排 我相信就是让到一个体育的赛事 让每一位有志希望能够去参与这个比赛 能够发挥体育精神都能够可以顺利地进行 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在赛事途经的地点 警力明显加强 包括派出反空特勤队 由华地一条天桥上也都加设难忘 以防有人高空窄物 为防范孤狼式袭击等突发情况 警方也都加派人手在不同的地方巡落 确保赛事顺利举行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道 将军澳工业村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 事发在进入街12号一个建筑地盘 一个46岁女工早早10点多在7米高的角楼工作那阵堕下 伤者由救护车送去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其后证实不治 欢迎收看中外力映 晨周十三号三位航天员将会在中国太空站出差半年 为了比他们生活更加舒适 上海有公司研发了针对航天员的护肤用品 近日晨周十三号飞船运载三个航天员升空 执行为期半年的太空任务 他们的太空生活成为万众焦点 尤其当中有旅航天员的加入 令到不少人关注在太空的护肤问题 如何在相隔千里的外太空仍然能够保持干净企理呢 上海有公司就研发出针对航天员的护肤和清洁产品 我们发生 продукты主要为免质的护肤 现时很多科技公司都以研发太空产品做目标 进一步探索航天技术应用 简下正值候鸟鲜鲜骰江苏岩城海边湿地 聚集了几十万只南千候鸟 有科研人员集中研究当中属于极度贫瓦物种的雀嘴核 希望发现它的食谱为它们保障营养来源 一起去了解一下 今秋十月明列世界自然遗产的江苏岩城黄沃海湿地 有三十几万只的厚鸟陆续抵达棲息 其中有鸟中大红猫之称的雀嘴核 游行感散步 嘻嘻 因为属于极度贫瓦物种 它们在全球只有大约600只 北京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几年前就来到考察 由去年开启新课题即研究雀嘴核的食谱 它们在泥滩共定位200个採养点 春秋两季要完成两轮的採养 雀嘴核在退潮之后的泥滩觅食 抵核动物是它们的潜在食物 由于很多抵核动物 凭着用眼是很难观察 科研人员要借在这些孔 只有一毫米长的方形犀去採养 采集到的样品经过筛选之后 还要进行专门的成分分析 最多的就是那一个点总共有620多个小隔 因为小子鱼它肯定是需要有一个食物 底漆就是它的食物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工作把它的食谱给磨清 之后它的营养都是从哪里来的 以此来保护这些底漆动物 保护底漆肤白就是保护它的营养 可以给它提供一个营养的供给 它说着嘴核的食谱研究工作刚刚才开始 泥滩采样分析只是迈出第一步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速又对饮食有要求 重庆近期流行送菜包消费者的反应都不错 假日在家里如果觉得出去吃或者叫外卖不健康 煮两尾又觉得麻烦的话 或者可以参考重庆这个菜包的煮食方式 只要在电话里面选好自己想吃的菜 不用十分钟由饮食企业中央厨房 预先制成的菜包就会送到府上 不用亲自去街市 只需自己加热炒几下就行了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自行调节落多少调味料 小炒肉一份切好的也就12、13块钱 就挺便宜的 有配菜然后有肉 就一次性就解决了 像我今天我想稍微吃清淡一点的话 我可能这个料包就不会放完 我剩下一半可以下次再用 另一边上 当地也都流行一款由机器制成的重庆小片 由落单到制成只需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抓面到煮面 最后打做料 然后最后的出面都是由那个机器来完成 完全就是说还原了咱们煮小面的一个过程 它是由两个煮过 然后相当于可以两碗面同时煮 然后煮一碗面的时间的话是两到三分钟 分析估计 内地半成品赛市场规模有望在四年内增长三倍 到2025年将会达到6千亿人民币 无线市记者默斯文不得 一个香港九五后学外旅行 由内地的大学毕业之后 骑行大江南崩 并且用航拍片段向网友介绍沿途风景 乐日如飞 繁华都市 水乡 长城 茂密的森林 这些都是香港九五后青年赖刀 一路踩单车 用无人机映下的画面 为了去到天安门看升国旗 他计划了三十几日的行程 由广东出发踩了近三千公里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天安门 而且是以骑行这种方式两千九百公里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能够站在天安门广场 看着国旗升起来 真是百感交集 特别是看到那个和平哥在天宫飞翔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吧 然后国旗升完之后 很多现场的一些朋友 在韩中国加油的时候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感动吧 由内地大学毕业之后 赖刀就开始在内地的骑行之旅 每当去到一个新城市 他就放飞无人机航拍记录风景 并将剪好的片段 在社交平台分享 与网友交流互动 基本上条件允许 当地是能够飞的话 我都会去航拍当地的城市 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 特别是香港的朋友 能够看到我们祖国的一些变化 沙漠 草原 湖泊 宗教文化 传统文化等等 他说期望香港年轻朋友 透过短片看到祖国的大海河山 将而亲身去感受国家的变化 无线事记者 麦斯文报道 内地发动社会各界支援教育 广西游边检站警员 去到山区小学教英文 令到学生的成绩显著提升 穿着景服的廖招兵 正在广西柳州三江洞族自治园的 唐朝村小学上科 这一家以洞族和苗族学生为主的小学 由于地处深山 缺乏老师 和设施落后等原因 教学质数远低于全员平均水平 去年5月 廖招兵主动请应任教 班上51个学生 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 其中一个女学生家庭经济困难 廖招兵多设家访 自费买练习材料为他单独授货 还请边检站送来维文金 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 女生学习勤奋 成绩名列前茅 在他们家里面走访的时候 我也是找珍爱好好谈心 告诉他 读书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之后读书越来越勤奋 在去年 其中前面考试 都是前两名的三科总分 非常的好 让我觉得非常的很欣慰 经过廖招兵一个学期的努力 51个学生的英语平均成绩 由30几分提高至90分 从省城来到大山深处 生活环境变得艰苦 廖招兵很快适应 今年年底 廖招兵将会结束一年半的任教 返回边检站 为表将他的努力和付出 当地受予他荣誉村民的称号 无线电视记者彭建华报导 甘肃酒泉市宿州区 透过收录古代和现代边菜师 推广当地文化旅游 一起看看 甘肃酒泉市宿州区 不单止历史悠久 而且物产丰富 风光奇特 当地近日邀请了全国的私人 到其年身脚下实地采风 收录古代和现代边菜师 推广文化旅游 背上夜光边菜老 其年头白我方来 中华诗池学会副部长刘庆林 写了这句诗 他说宿州在他脑海中 是冲凉和荒谋 走坊之后才发现 有雪山湖泊湿地等 令他出乎意料的美景 我们边菜师的资源这么厚 就是把它化为我们的旅游资源 这个环境这么好 真是从来也没想到 苏州如果要做边菜师文化 应该以丝化镜 就是丝化环境 也有到房的私人认为 现在很多地方被城市化 和工业化取代 宿州可以利用自身特点 打造仓梁的边菜文化 活动过后 苏州将会收入古人 从徐唐到清代的百几首边菜师 和今次活动创作的百几首 现代师池建设边菜师池馆 进一步提升苏州的文化内涵 无线电视记者袁思恒报道 宋卫营报道完